你還記得當天大概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那件事情 當天就是我滑滑手機嘛 突然間滑到李安的頁面上有一篇文章 反正他就無法置信 然後到笑得出來 然後就是快要演出了 我怎麼只有大概四張還是六張票吧 就是應該是喜劇絕對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專長已經開賣非常久 但是就想說是不是我票房已經耗盡了 然後就想說越想越不對 然後趕快跑去找那個 就幫他做了那個社交 然後結果社交一看 哇 把他設到私人活動 根本就沒有公開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場秀 大家想要買也買不到 售票史上的奇蹟 一夜之間 多人也好強 瘋狂的幫李安分享 太多了 支持李安 他的秀非常好看 然後好看的一個妝場 他很可憐 為什麼搜尋不到 我到現在 現在慢慢的懷疑 有可能是一個陰謀論 各位現場的觀眾晚安 歡迎歷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LIFE HOUSE D 欣賞 單口起雀演員 李安的個人專長工作人員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今晚的表演者 李安 這可以留點歡呼 因為沒有人放音樂 所以 只有我自己 好 耶 謝謝 謝謝各位來 看我的 我李安倒了 謝謝各位來看 就是李安的單口起雀專長 那其實我沒有 預料到 會有這麼多人 其實我 昨天的預想是 就是跟你 123456 跟這六個人一起演而已 後面這一群人是怎麼回事 我呢 是今天的表演者 編劇 導演 所有的這些東西 全部我通常都習慣自己一個人弄 但其實我也不是那一種就是喜歡 把工作都攔在自己身上的人 我其實有時候也會想要把工作 分出去給別人做 這一次 我只分出去一個工作 我只請 卡米蒂的老闆 張碩修先生 幫我把這場活動 上架到KKT 他就很熱心的幫我這個忙 然後我就把資訊都傳給他 然後也很快速的 把連結說 已經上架完成了 傳給我 然後我就 我就當然開始 立即開始我的宣傳嘛 然後開始整個宣傳的過程 然後在這一個月呢 其實是我人生中 蠻痛苦的一個月 我看的那個票房數字 1 2 4 3 隊有人退票 到最後6 你知道嗎 就卡在那邊 如果假設今天是其他的取選員 就是那種有票房力的 他們一定會立刻發現 出問題了 但我 不是這樣的演員 我深知我自己 沒什麼票房能力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 已經辦過另外兩場了 這其實是第三場 所以已經差不多賣了200張票 所以我想說 OK 可能 大概我的票房就是 206 直到就是我朋友就是開始有 幫我去宣傳 發一些影片 去宣傳 然後 就有觀眾 傳訊息來說 聽說你要辦專長 但是找不到你的頁面耶 但其實我也蠻 立刻可以理解 最近是什麼 是金馬影展 金馬影展 所以 那個李安的新聞鋪天蓋地 沒有我這個李安的新聞 跟消息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想說 你再認真找一下 應該是找得到啦 不要被那個李安的新聞蓋掉 真的 他說 真的沒有 然後我就自己去搜尋 自己去找 在昨天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 Social 他今天也在現場 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說 我在KKTX上 找不到我的演出 到底怎麼一回事 一般如果真的發生這種狀況 真的發生這種意外事故 的狀況 的狀況反應是什麼 蛤 什麼 真的嗎 啊 緊張 驚慌 失措 對不對 你知道他給我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 啊 我也有發現 發現就去處理啊 那還是很感謝 那還是很感謝昨天 一整個喜劇圈的大蒜連浪 今天 變成有 滿滿的觀眾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 喜劇圈的 朋友們 那今天有非常多 舉演員來 就不音樂唱名了 可能唱不完 那其實呢 我就不免書跟大家講 我不是因為喜歡工作 所以才做這麼多事 我真的討厭工作 而且 我特別討厭什麼 我特別討厭那種 說自己喜歡工作的人 那種人肯定沒在認真工作 喜歡 跟工作 這兩個東西 怎麼能夠放在一起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概念 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就像火鍋跟芋頭 怎麼能放在一起呢 有一些人有病會這麼做 但是 但是那些人就真的有問題嘛 你們 我跟你講 任何喜歡工作的人 你不是喜歡工作 你是需要工作 你是需要工作 所以你騙你自己 你喜歡你的工作 你看那些 特別表現出很喜歡工作的人 都是他特別需要工作的人 你看 郭台銘 過去兩個月 他表現了他多想要多喜歡這個總統工作 是他需要這個工作 不是這個工作需要他 而且你去關注一下 你去看一下 今天 如果是工作需要你的話 你的表情 你可以超臭 你可以超不喜歡工作 大家想像你自己公司的會計 他們臉表情都超臭 在這樣的歷程裡面 我得到一個結論 臉臭的人 就是工作能力好的人 大家同意嗎 家姐同意一下 我的開場笑話太強了 這邊顯得很弱 所以那種 臉精苦大仇生的人 就是工作能力很好的 總是笑咪咪的人 Social 就是 沒有啦 沒有啦 不再考試他 那我大家有去看電影 然後又被要求 辦信用卡的經驗嗎 我那天啊 我就去辦信用卡的時候 就有兩個 兩個業務 在坐在那邊 那一個 看起來就是笑臉贏人 然後一個呢 看起來就是 醜眉苦臉 那笑臉贏人的那個業務 就直接說 欸欸欸欸欸 要辦信用卡嗎 都有優惠喔 我那一看他那笑臉贏人的樣子 我就知道 他不可靠 我就看到旁邊那個 那個業務嘛 另外一個業務很臭 臉很臭嘛 就這樣看著我就看著他 但其實 我根本 不需要跟不想辦信用卡 一部分當然是因為我沒錢 所以 但是 我那時候我也不敢去把我的 經濟狀況透露出來 我有一個很好用的語句 不好意思 我的薪水不太穩定 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 我是個窮逼 但是 菜鳥業務 沒有讀懂這個訊息 他就說 喔 薪水不穩定也沒有關係啊 你的戶頭有三四十萬的話 也可以辦信用卡喔 我有三十十萬 我根本就不用辦信用卡了 然後他旁邊那個老闆業務 覺得這個情況很尷尬 就點了點他 這樣 他意思是說 不要再問這個窮逼 問他旁邊那個人 旁邊是我姐 旁邊是我姐 那個菜鳥業務 立刻讀懂這個訊息 他就看著我姐說 所以小姐你的薪水 也不太穩定嗎 超級尷尬 我姐瞬間掉頭就走 我想說 他的薪水的確是不太穩定啊 他是一個牙醫 一個月可能二十 然後下個月可能五 他那個range 比我的薪水還要多 氣氛瞬間尷尬起來 那個菜鳥業務 他也收起那個 嬉皮笑容的臉 他臉整個垮下來 那個老鳥業務 就是展現他的 能力工作跟價值的時候 那天呢 他就這樣看著我說 辦信用卡嗎 看電影嗎 我知道啦 我知道 我懂不然這樣 不然這樣 你跟我 我們現在去 買電影票 我幫你刷卡 郵會算給你 等到之後有哪一天呢 你 有錢的時候 再來找我辦信用卡 那時候 他就拿著一張名片 遞到我的手裡 我超級感動 就是他沒有戳破我的困境 反而 還給了我援助 還給了我幫助 我一直都把那張名片 摔在身上 因為我覺得 我 總有一天 會有錢到 可以 找這個業務 來辦 我的信用卡 或是處理更多的金融相關的事 直到後來我交了一個 做保險的女朋友 她就把那張名片給撕掉了 就是 曹主任是一個 他最近剛晉升了 曹主任是非常值得信賴的一個 保險業務專員 進入置入的環節 他在那邊 但其實呢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業配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富邦人壽呢 最近呢 可以開始辦Costco卡 我表現得夠好的話 他要會帶我去Costco買牛排煮 所以說 我喜歡牛排 好 拉回來 拉回來 但我其實呢 我一直都記得 一直都記得 那個菜鳥業務 臉垮下來 很痛苦的臉 但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在工作當中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工作當中 我們被蹂躏 但我們還得強迫自己 去喜歡工作 去愛上這個工作 其實夢從事實上我發現呢 我們根本就在被工作給PUA PUA其實就是管理學 所以當你的朋友 說他要去上PUA的時候 他可能不是想要成為一個 渣男 他可能只是想當一個好主管 可能 曾博恩是一個好老闆 其實我有時候我真的會不小心 因為他的一些話 讓我覺得我自尊心超級低落 但其實呢 就是 我們在這邊這個場地 剛是我手動幫大家驗票嘛 就是有一個人力 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我們在另外一個場地呢 在這個 2 3 Comedy 我們有一個自動驗票機 那個自動驗票機 其實剛到那個店裡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 那其實呢 我其實蠻喜歡他的 因為整個劇場部門呢 只有我一個人 我沒有同事 其實我就把他當作我的同事 來去對待跟相處 我覺得你知道嗎 每天上班的時候 我就這樣走下去抖梯 然後他就在那邊嘛 然後我就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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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起床了 幫他開機 我們今天沒有賣這些飲料 好白癡喔 調整飲料的菜單 OK 好 上工 大概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其實跟他一直都相處很愉快 就是因為他協助我 幫助我處理了很多工作跟琐事 直到有一天呢 我不該去問那個問題 我就很好奇 我就跑去問曾博恩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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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要安排這個一個 自動煙票機在這裡啊 那他可能也沒有想這麼多 他就說 喔 我就想說 可以取代一個人力啊 那我就 取代什麼人力 曾博恩挑釋了我 跟我同事之間的感情 但他已經有一點歲數了 就是他已經到第四年了 我們二三年開到第四年了 他已經步入一個 他是個老機器 但一個老員工 他開始會學習一個 非常重要的技能 擺爛 他現在開始各種花式當機 你知道嗎 他可能就突然 飄音不出來 怎樣怎樣 網路問題 各種各種不同的問題 然後我每次遇到這種情況 我就看了曾博恩說 欸 想取代誰啊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不習慣 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暴時的 我要用一個私人演出的心情來面對大家 然後突然變成一個公開演出 這根本不是公開演出 是對我的公開處形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是一個自尊性很低落的人 我這個自尊性很低落的 像是那個票券只有六張的時候 我不會去懷疑是別人的問題 我就會想是我的問題 我的自我價值感超級低 我的自我價值感低到什麼地步呢 我簽過資源義 但是 不得不說 中華民國國軍 還是有個非常好的地方 他是少數 真的不會被人力取代的工作對吧 在整個軍營裡面喔 他有一個割草機喔 那他不用 他叫每個人突手吧 不用取代人力 超級尊重大家 但是在裡面呢 我更喜歡的那種機器呢 其實是 那個飲料的自動販賣機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會犯錯 其實我有時候我害怕機器 其實我是害怕完美 我是害怕被取代 我是恐懼那個完美 但有些機器 他會犯錯 像是自動驗票機 Oh my homie 超讚的 他會犯錯 他讓我保住我的工作 So dope 自動販賣機也是 那天呢 我們班長 那個臉超臭的那種 工作能力很強的那種 那種gay班長 他叫我去幫他買咖啡 就去幫他買咖啡 我就當然要去幫他買咖啡 他就給我零錢 我去買咖啡 當我手 按下去維恩咖啡的時候 結果掉出來的是 維大利 我嚇壞了 如果我拿這個維大利過去 我就會被他狗乾到爆 當然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嘛對不對 於是呢 我就搜索我的身全身 然後找出另外一個零錢 想說好 好 李安 冷靜 冷靜 維恩咖啡會出維大利 那維大利就會出維恩咖啡 好 你幹 兩冠維大利 我超錯 但沒辦法 我手頭已經沒有其他零錢了 我只能拿著這兩冠維大利 顫顫顫顫顫的去找我那個班長 那個班長就 我今天一次出兩罐喔 我們先不管他的另外一種犯錯的情況 就是他會一次給你兩罐 你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嗎 對 他本來就想要喝維大利 你知道嗎 他本來就想喝維大利 然後還讓我去犯這個錯 讓我深陷痛苦 跟困難的糾結當中 這就是一個PUA的標準流程 正當我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說 欸你等一下 多一罐給你 給一天偷 他果然在PUA我 可惡 但其實就是 退伍 退伍離開 就是均勻之後 我從事很多嘗試不同的 各式各樣的工作 那我最初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先去 去摩斯漢堡 那我去的那家摩斯漢堡呢 它是那個 全台灣 前面幾家的 自動 點餐機 第三個機器的喔 自動 好像上課喔 自動點餐機的示範點 機器就在那邊嘛 那客人可能不會用 然後那天就去上班的時候 我就說 欸店長 我今天工作是什麼 就說那你就去站在 自動點餐機旁邊 幫大家點餐 那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不就把櫃台搬出去而已嗎 而且我要做飲料 我還要回來耶 而且當這件事情 真的是 我這樣執行到 啊那個 巴探裡面的美娟姐要幹嘛 美娟姐是一個46歲的阿姨 她什麼都不會 我超討厭她 接下來就純粹的抱怨 她什麼事情都不會 她都亂做 你知道嗎 我們那間店旁邊有那個合作的那個 飯店的早餐 那個他們會發那種飯店的餐券 那通常就是早餐的早班的 會收到這個餐券嘛 然後再去下班的時候 去跟這個飯店換錢 然後我通常都是下午班的 然後我就每次打開我的 收音機的時候 就會看到 美娟姐把她的餐券放到我的收音機 然後把錢拿走 她就是這麼下賤的一個人 我超級討厭她 然後當我被調出去做那個自動點餐機 我看她每天都在裡面游手好錢 然後這樣 那個這個我不會啊 這個我不會啊 你可不可以幫忙啊 這樣子 她雷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我進去摩承堡第五天 店長說 我們有新人 你交一下 我說我才來第五天耶 我交 他說不然你要給美娟姐交嗎 我說不要我交 不然會變兩個雷包 超慘超慘 但我真的後來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整個爆氣 我就跟店長說 店長 她這麼廢 她什麼都不會 點餐 送餐 做飲料 什麼都會做錯 為什麼要留她 為什麼 她就很會做沙拉 摩斯的沙拉蠻難做的 那一瞬間 我原諒她了 OK好 Fine Fine 但其實呢 我就繼續把我的工作做好嘛 我是做什麼的 我教大家使用自動點餐機 我是念教育系的 我很會教人 這代表什麼 我花了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整個靈禮都非常會使用自動點餐機了 這個代表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失業了 但其實我跟自動點餐機其實沒有過節 我跟沒有過節 其實我還是很常去摩斯 去點餐 也都會使用自動點餐機 那天呢 就我點完餐 我拿了我的號碼 然後 然後我先找了一個座位 那天摩斯滿滿的人 大家都知道 摩斯等那個餐點需要一段時間 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 慢慢的等 後來終於叫到我的號碼了 那個位置就在那邊 然後我本來就坐在那邊 坐著 好好的坐著 然後我就起身 準備去拿我的餐點 我想說我取完餐 立刻就回來 很快 沒什麼問題 我就沒有特別放東西 站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我當我取餐的時候 我拿完餐我轉頭 看到一個八家酒 把我的位置做走了 我在林森北路 的摩斯漢堡 八家酒做了我的位置 我超挖 我根本不敢去跟他理論 我就直接轉頭 跟店員說 我想要改外帶 我一轉頭 店員就看著我說 我看到了 我去跟他說 不要 不要 就在我還在震驚的時候 店員就走出那個櫃台 然後說 欸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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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是剛剛有人坐的 你先起來一下好不好 heel 他超聽話 他起來的時候 他就站在那邊不動了 那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該該再回去那個位置上 我想說沒差 他剛剛也不知道我是誰 我離開應該也沒有關係 然後店員就轉向我的方向 然後這樣 我能怎麼辦 我會就只能乖乖的 我坐到那個位置上去用餐 你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嗎 在此同時呢 他一直站在那邊 我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落魄的黑道老大 在吃我的栽選率炸下飽 但不得不說我還是很喜歡就是這種氛圍 因為其實像這種連鎖店 它是有規則的 你看就連八家酒他都會遵循店裡面的規則 他不會太失控 太慌亂 但有時候那種像是這種 自己經營的那種早餐店 就會遇到很多被插隊的狀況 大家有遇到這種狀況嗎 那天我想要吃早餐的時候 我很確定 非常確定 我就是那天想要吃肉鬆蛋餅跟小冰奶 我超級確定 我就是要吃這兩個東西 然後我走進去 然後準備要點餐的時候 那個老闆娘就說 都可以喔 先看看菜單喔 先等一下喔 然後我想說我很確定 我不用先看看菜單 我可以直接點 但是 這是他店內的規則嘛 對不對 我當然就遵守跟配合 我就站在那邊先等 然後我就看到那邊有個貼紙寫 就是請由此排隊 OK好 我們就在這邊排隊嘛 沒有錯嘛 站在沒有錯的位置上 在那邊等 突然 有一個阿伯直接衝進來 直接說 美女一個培根蛋餅 然後那個 那個阿姨直接說 喔 一個培根蛋餅 我第一個時間想的是 他就不用等一下先看菜單嗎 然後另一個問題 店內沒有其他人 你附送給誰聽 我整個傻掉 我就看著那個貼紙 跟那個貼紙產生一點連結 那個請由此排隊的綠色貼紙 他仿佛開始跟我說話 就說 不好意思啊 就是有些人就不遵守規則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 對不對 忍耐一下啦 好啦 OK啦 看你這麼親切的分上 我原諒你啦 這樣子 我跟那個貼紙產生一點互動 不然那個太尷尬了 太痛苦 就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個阿姨呢 持續的完成她的餐點 她把培根蛋餅做好了 她把培根蛋餅拿起來 要拿給那個先生的時候 她看到 啊啊啊啊啊 忘了你的 你要點什麼先幫你做 我要吃什麼 肉鬆蛋餅跟小兵奶 我很清楚 在那個瞬間 我心想 培根蛋餅也不錯 我就說我要吃培根蛋餅 然後她那個阿姨說 蛤你也要吃培根蛋餅 她就直接把30塊零錢 甩在桌上 拿著培根蛋餅 就轉身就跑 留下我跟傻眼的阿姨 一根培根蛋餅 馬上幫你做 我更生氣了 我要等更久 還等到我不想吃的東西 超傻眼 我就在那邊就等 然後 最後 他把餐廳拿在我的手上 的時候就說 好啦 你的培根蛋餅啦 大帥哥 阿姨不是很會做事 但很會做人 但我每次遇到這種狀況 我就很開心的 就回家 然後打開 然後準備吃培根蛋餅的時候 才說 幹 忘了小冰奶 每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李安 你其實是不是一個 很容易妥協的人 像剛剛遇到那種事情 你就很簡單就妥協了 你就覺得 OK 沒關係 人家叫你去帥哥 你就原諒對方 有時候注意到 其實我真的是 蠻被 蠻容易被人家左右 蠻沒有原則的 像上次呢 其實我很累 我下班很累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遇到我姐 然後我們家裡有兩隻狗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輪流遛狗 那天呢 輪到他遛狗 然後我們在走回家的過程當中 正準備開門的時候 他就說 先等一下 我知道今天是輪到我該遛狗 但我今天真的很累 可以麻煩你嗎 我姐其實 我姐其實 並不太常 就是這麼直接給我提要求 但是他那一時候 講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應該幫他 他這麼辛苦 他有時候賺的 大部分都拿去付房租 然後有時候我付不出錢來 他太辛苦 但那個時候 我就看他說 可是我也很累 他立刻就說 好啦 給你五百 好不好 給你五百 我其實他講五百 那一瞬間 我心裡就答應了 我心裡就立刻答應他了 但我一直就在心裡想 OK 你到底可以有多累 我就說 我跟你說 我就真的很累啊 一千 這麼累早點說嘛 成交 我最後那天就幫他遛狗 我也很常忙 我其實不排斥這件事情 我也蠻喜歡遛狗 然後 因為我們那隻狗 其實蠻聰明的 我不免得去想一些事情 就是 他如果知道 我六他是有拿錢的 他會怎麼想 我以為 我們是朋友 不是啊 不是不是 我跟你很好啊 我們是朋友啊 但是人類的社會 不是這樣運作的 你今天付出了勞動力 你就該拿到金錢的收穫 不是像你這樣有主人 可以待在家裡 就這樣爽了 耍飛一天 然後還有東西吃啊 那 你為什麼不也去找一個主人呢 沒有人類世界上不是這樣運作的 沒有找主人這件事情好不好 做不到 那會不會是因為你長得 不夠可愛 我有點被他說服了 你知道嗎 但我說沒有 人類世界沒有這種事情 好不好 你不要再亂講話了 那後巷的那個Emily 為什麼就可以 Emily誰啊 什麼東西啊 搞什麼啊 這到底是胡說什麼啊 FuckEmily 那就是Emily的主人在做的事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是一隻狗啊 我的耳朵很好 你知道 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剛剛那段是不是太有病了 沒有預期到吧 就是這麼地下的演出 在一般很公開的商業活動 看不到這樣的內容 但為什麼我會是一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我會想像狗會說話 為什麼我會想像貼紙跟我說話 為什麼我會想像那個 自動驗票機會跟我說話 因為 我是一個很在意外界給我的觀感的人 我會很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我會很在意其他東西 我身上在意這些物品怎麼看我 怎麼想我 我太在意每個人的想法 我一直困在很多人的想法裡面 所以 我其實一直不是很有勇氣說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看我 就是 我的偶像是 鍾明軒 你有注意到嗎 他是跟我完全相反的人 他就是完全不在意外界眼光的人 我超羨慕那樣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注意到 之前前一陣子他有很多的公車廣告 但現在被那些選舉廣告押過去了 他有一個廣告是這樣 他是這樣的一個姿勢 然後上面寫漂亮 然後我想說漂亮在哪 但他不在意你知道嗎 他不在意外界的眼光 他就會讓那個廣告出去了 超級厲害的 我做不到 像我沒有辦法這樣然後寫帥氣 我就好噁心 太噁心了 你可以想像嗎 你可以想像 假設今天你是一個公車司機 那天 我今天開這台喔 我不能開桂輪美嗎 好啦好啦 但是呢 在這樣的一個工作狀況當中 我們一直都遇到這什麼狀況 其實就是很無奈的狀況 你不知道有時候你沒有辦法決定 你人生當中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不能決定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同事 你不能決定你會遇到什麼樣的老闆 你不能決定你會遇到什麼樣的case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無奈 特別我在做二三戲劇這個小編的工作 有時候真的是 有些事情真的是 太奇妙了 有些觀眾會私訊來問你知道嗎 他會說 欸我看啊 那個票已經賣完了 是賣完了嗎 啊不然咧 那我還要很耐心解釋 對賣完了 希望你可以理解賣完就是賣完的意思喔 之類的 然後他又會繼續 他就會繼續講他的話你知道嗎 他就會繼續講他想講的話 那你知道嗎 多一個椅子就多一個位子喔 我會不知道嗎 我當然也想要多放一個椅子啊 那有些人呢 他會被一些事情影響 他會說 你知道 那個Jim那個退票取消 讓我多麻煩嗎 我也很麻煩 我那個禮拜去菲律賓玩 每一天都在處理這件破鳥事 但有些時候他們是在網路的另一面 在傳訊息上 所以我 可以調整好情緒 再回他 但有時候不一樣 他們在現場 他們在現場就直接來問我問題 像那天一個售票的演出已經完售了 他就說 我看你們都是那個低消可以進去 今天 為什麼現在不能進去 然後我就跟他好好的解釋 已經完售了 不是低消的活動 請您諒解跟體諒 裡面完全沒有空間 連塞一張椅子的空隙都沒有了 放不進去 他就看著我說 你要不要去確認一下 我是他整場工作的負責任 我找誰確認 我只有這個工作人員了 我就看著他 好 立刻幫你確認 沒錯 但這也還好 因為他在現場 他願意來跟我溝通 有時候是更奇怪的 就是 他在現場 他傳訊息給我 我根本不能理解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來直接跟我講就好了 那些狀況是這樣 演出完 有一個粉絲 有觀眾傳訊息來說 我覺得那個演員 很帥 可以給我 他的IG 或是把我的IG給他嗎 當然不是我們對不對 不然我就直接給了 就是 但是我也要必須得尊重另外那個演員 所以我就去問那個演員說 有女觀眾 有這種跟你要聯繫方式給嗎 喔好啊 為什麼不給 就是 演員都很餓這樣子 然後 他們 其實 就坐在吧檯 兩個其實只臨近 考一個位置而已 他們就開始傳訊息聊起來 我就想說 媽等為什麼不直接聊天就好 但那個瞬間 我突然意識到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我發現 我他媽是聽的 我超想要走過去 抓著他們兩個人頭 然後說 Match 聊天 氣死欸 酒吧不就是聊天的地方嗎 還傳訊息欸 但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熱心的 可以感受出來 我是一個很熱心的工作人員 但有時候真的就是 熱心過頭了 像上次其實有一個 視障的朋友 來看演出 那他們可能當然用聽的嘛 所以 都剛剛講錯話了 來聽演出 Oh shit 來聽演出 然後 我當然幫他安排位置 然後他突然出來說 他要去上廁所 通常我就說 其實 往走到底就可以了 他就往那邊走 然後我下意識就說了 一句不該說的話 我就說 有看到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開玩笑 這是一個很禮貌 就說欸那邊 OK他走過去了 有看到嗎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流程 在那個瞬間 我變得超面的 我看見是個超惡劣的人 他超級生氣 他就走過來說 你什麼意思 你就不要下次再被我看到 太熱心了 那我呢 我除了有時候講笑話 我還是在二三的那個粉磚 每天會發那些圖文的人 會發那些梗圖 那我們呢 也會在 二三的廁所裡面呢 貼那些梗圖 請問大家有看到過嗎 就貼那些梗圖 但因為梗圖是根據一些時事的嘛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發現一些狀況 大家有看過這種很八點檔 很垃圾的那種爛劇情嘛 就有一個女的 她可能就自己呢 她就坐在那個馬桶上 坐在那個馬桶上 然後她就是想說 哇 這是 她被霸凌 她說這是我的一個me time 就是我不用跟同事一起相處 那她跟他們有 她被欺負這樣子 她說這也是我自己的空間 很開心這樣 結果呢 聽到其他的 他的同事在聊天 我跟妳講 欸 傑西其實是在比起啦 然後傑西就這樣 人家這不是比起 這種八股的爛劇情 怎麼可能會發生對不對 但就在那一天 我坐在廁所裡面 上廁所的時候 就突然 聽見兩個人的腳步聲 去尿尿 然後他們就開始聊天 尿尿聊天超噁心的 不要這樣做 他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聊著聊他們說 哇 這些圖 好難笑 那個瞬間我能怎麼做 我能怎麼做 我能心太崩了嗎 我能開門說 他們很好笑 他們消化有一些時空背景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楊成林啊 跟那個廣東啊 就是 欸 算了 啊 能這樣子嗎 太丟臉了 對不對 我做不到這件事情 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時候會遇到這種 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狀況 可是我看起來 我雖然看起來很大隻 但是我總覺得自己 好像蠻容易被欺負的 或是蠻容易被 被詢問問題的 就那一天呢 就是 我也是走著走著 要去 凌森北路的2-3 comedy上班 走著走的過程當中 就有一個阿嬤 抱欄下來 他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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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連欸 可不可以給我 30塊買便當 30塊 編當 台北 在哪裡 跟我講 他看出來我快哭了 他就立刻解釋 沒有啦 這就是你們那個年輕人 現在很流行的 群眾募資 已經有另外兩個人給我30塊囉 我現在完成率66.66% 你只要最後再給我這30塊 我就可以去買便當囉 我心想 哇 真是天才 太天才了 我只要給他30塊 我就讓他有感覺到 我幫助一個人吃到飯的感覺 我想說 何樂而不為呢 對不對 我就把這30塊給他 然後把30塊給他 然後把30塊給他 我準備繼續去工作 去工作的路途中 我轉頭一看 我突然發現 看 是美娟姐 那個阿姨是美娟姐 可能現在摩斯有自動沙拉機 所以他失業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就 直接回去工作 在二三 裡面 我自己 也要吃晚餐 我就走上樓 然後我看到一件 非常震驚的一幕 美娟姐在排聖王 聖王是一顆三四百塊的拉麵 我整個傻爆眼 我要衝過去向他質問的時候 美娟姐已經排第一個 他已經要準備進去了 我沒有辦法 我就在那邊這樣晃呀晃晃呀晃晃 那其他人就說 欸欸欸 你不要插隊我先生 我說我沒有要插隊 我不是這種人 那我特別還看到那個牆上 有請遊指排隊的貼紙 是白色的 我可以感受到那個貼紙 我們是比較嚴謹的DES 之類的 日本貼紙 日本貼紙 不允許 早餐店會允許 但是日本貼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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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 不准插隊這樣子 我就只好在那邊等 等美娟姐出來 然後美娟姐出來 她再次看到我 她認出我了 她說 李安 美娟姐 不是說好吃便當嗎 她就超額三百趴啊 你不知道嗎 群眾募資就是超額可以解鎖 新項目啦 超級生氣耶 超級生氣耶 我想說 這不就變成是我群眾募資 的東西是 我希望阿姨吃到便當 但我群眾募資最後的東西 是拿到阿姨吃了拉麵嗎 群眾募資是這樣子的嗎 你最後會拿到跟你想要一開始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嗎 對阿 群眾募資就是這樣 想一想我就釋懷了 剛剛講了很多奇怪的故事 絕對都是唬爛的居多 怎麼可能遇到美娟姐呢對不對 怎麼可能遇到美娟姐 大多都是唬爛的居多 但接下來這個故事 是最後一個故事 我希望呢 我能夠盡可能讓這個故事誠實 我不想讓這個故事有任何一點說謊的成分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扯 但這個是我盡力還原沒有瞎白的一個故事 那天是這樣子的 那個二三喜劇呢辦了一場演出 叫做爆笑悲劇王 是由另外一個老闆 微笑丹尼 喔沒有講到 微笑丹尼呢也是二三喜劇的另一個老闆 那是他主辦的一個活動 爆笑悲劇王 沒錯齁 他直接抄Netflix的節目 但那天他其實跟我 像我差不多這樣辛苦 就是負責製作啊 鞋本啊 做幾乎全部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天我只是單純去協助他 去做前台引導觀眾 那天我就在幫他 就是帶觀眾進場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理著拼頭 穿著拖鞋 穿著吊嘎 不是那種加酒一樣的人 就在跑進來店裡面 然後一直晃一直晃在找東西 他也沒有買飲料 也沒有付錢或是做什麼事情 我就覺得超級奇怪 感覺就是像來鬧場的人 我很緊張 因為像我們這種做工作人員的 其實根本有時候根本 不是為了圖那個 工作拿多少錢 而是希望能夠進去看演出 是我們真的期待 覺得好看 欣賞 我們覺得很喜歡的東西 我真的很擔心就是 外面那個人 瞎吉巴亂搞 耽誤到我的時間 我沒有辦法進到裡面 看我想要欣賞的演出 我很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我看他東奔西串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終於鼓起勇氣 走過去跟他說 好 先生 不好意思 請問怎麼了嗎 我一問怎麼了嗎 他看起來就快哭了 你知道嗎 他整個眼眶都快流淚了 我可以說嗎 可以啊 怎麼了呢 我 我來抓奸 那一瞬間我也大傻眼 他就說我來抓奸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完全聽不懂 在這個同時呢 維秀丹把門打開說 黎安演出要開始了 你要進來看嗎 我就說不用不用 外面的肯定比較好看 我就看著他說 好 怎麼了呢 可以跟我說嗎 我臉是這樣 但我內心說 快說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我前一個月去當兵 先跳出來一下 你們有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你聽第一句話 就知道結局是什麼 但我必須說 喔 當兵耶 真沒想到會發生什麼事 怎麼了呢 還好嗎 然後繼續講 那天呢就是 我剛那個新訓結束 然後剛放假 我本來跟我女朋友是約明天見面 但我想說 先去她上班的地方 給她個驚喜 於是我就到她上班的地方的附近 可以看到她的地方 偷偷等她下班 就在那邊等 終於她下班了 然後她下班的同時 我看她離開專櫃的時候 跟另外一個男的抱在一起 那個男的是她的前男友 完全想像出來這種事情的發展 完全知道就是這樣的故事 但我說 怎麼會 辛苦你了 然後呢 他們抱在一起 我那瞬間其實我腦袋就已經斷線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該怎麼去面對 跟處理這個問題 在我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 我就看他們離開 但我不知道怎麼了 我就這樣偷偷地跟蹤他們 就在我跟蹤他們的過程當中 好像我是變態一樣 明明變態的是他們 憑什麼 然後呢 然後 然後我就跟丟了 跟丟了 開什麼玩笑 但我瞬間冷靜下來 她又來到這裡 表示她找到了後續的線索 對吧 所以故事還沒結束 故事絕對還沒結束 後來呢 你怎麼會發現他們在這裡 就是後來啊 我就在那個中山展的附近啊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去的地方 走啊走啊走啊走 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啊 就是我也很焦急很緊張啊 突然我就看到啊 我女友就發了一個線洞 然後有兩杯酒 然後地點是你們這邊 2 3 Comedy 我就想說抓到了 然後我想說 蛤 你女朋友是智障嗎 偷吃欸 壞育欸 沒有把你封鎖 是什麼一回事 真的把你當Sock Guard 覺得你在當兵中 帶軍中就看不到是不是 沒有啦 我女朋友沒那麼笨 我有開一個小帳 我有放很多女生的照片 然後她把我設成她的閨蜜跟自由 所以我都看得到她所有的線洞 說你比較變態 我只是希望她能夠對我誠實 你比較不誠實吧 在這樣一個argue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慢慢的 就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 願意跟我講這麼多 可能就是 當兵的那種壓力其實真的很大 我自己也很能夠理解 所以為什麼我這個故事 我不希望有任何說謊的成分 但這個故事就持續繼續下去 我就看著她 好 你找到了 他們在這裡 你希望我怎麼做呢 這是那個男的 他今天穿這個外套 他把外套都找出來 他真的是一個很當偵探的料 你知道嗎 好可怕 我說好 我立刻進去幫你找 很明顯那個外套 我立刻就找到那個 那個狗男女在哪裡了 講一下相對位置 可能大概就是在 第二排這邊這個位置 不是你們 不是你們 大概這裡 大概這裡 相對位置大概是這裡 你要我怎麼可以怎麼幫你 說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好痛苦 我可以怎麼做 那我就看著她說 要不然 這樣子吧 我讓你進去看演出 這時候笑一笑可能 還不錯 可是我沒有錢 怎麼辦 會不會沒有椅子 沒有位子 別擔心 多一個椅子就多一個位子喔 我就直接幫她安排了一個位置 就是相對偏後面那個 但你們真的覺得 我是這麼好心的人嗎 我不是 我當然不是 我要看好戲啊 對不對 他如果就離開了 我不就沒得看了嗎 對不對 各位 李安導演啊 我安排那個位子特別重要 就是那個男的 隨時可以看到那個狗男女 但狗男女絕對不會注意到 他那邊超暗 那狗男女這樣 嗯嗯嗯嗯 他看到那個火越來越氣 然後他就會 他很靠近門 他隨時可以出去透透氣 然後再回來 我會幫他準備水 說欸姐姐先喝個水 消息一下 好我們再進去 我超級照顧他的 那個男女呢 完全都沒有注意到 事情的發展是怎樣 他們還很開心的 在欣賞演出 當觀眾 但他們不知道 他們已經是演員了 我不斷加劇那個 情緒的烘托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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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演出 結束了 外面的演出 開始了 謝謝 那個 那個平頭弟弟這樣走過來 叫走上去的時候 然後我跟他交換一個眼神 他很有用趣的上去了 然後狗男女也跟著就上去了 那接下來當然是 我也要上去了 在這個同時 微笑男女把門打開 欸黎安 演出結束了 我們要開會 你是工作人員對吧 我們要開會 來開會了 可是 什麼啦 那個就是 要開會啊 你是工作人員 進來開會 那個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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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最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可以怪我 也笑待你 沒有沒有沒有 他做該做的事情 我也在做該做的事情 但是 如果今天是其他的喜劇演員 他可能會這樣說 喔 你知道嗎 喔 他大上去了 他大上去了 我也趕得跟上去了 你知道嗎 他們開始 喔 三個人就開始 開始吵了起來 他們就 喔 三個點 三個點 啊 三腳頂力 什麼 你在騙他 什麼 你有騙我 喔 你在騙他們喔 喔 之類的 三個人越吵越激烈 越吵越誇張 那裡是哪裡 臨聲北路 很熱鬧的一個地方 所以旁邊就聚集著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圍觀啦 群情激憤啦 那個烘托的情緒 跌到不能再高啦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阿伯說 小姐 你不能同時給兩個人框啦 Maybe會有這樣的故事發展 但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因為我去開會了 那一瞬間我超級沮喪 我超級痛苦 並不是因為我不知道 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並不是 這都是小事情 而是那個瞬間 我的自我認同是什麼 我自我認同是工作人員 所以我進去開會 但如果那個瞬間 我的自我認同是喜劇演員的話 我應該要上去看戲 那個模糊的瞬間 其實是我來做喜劇 我來做這種單狗喜劇的表演 其實某種程度上 就是要告訴自己 李安你不能放棄表演 你要盡可能的讓自己在舞台上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我不斷地就活在 工作人員的角色裡面 越來越多的工作 越來越抽不開心 我沒有花時間行銷自己 大家不一定把我當作一個喜劇演員 更把我當作一個幕後的製作 來去看待 那個瞬間是很痛苦的 很自責 我到底在幹嘛 浪費這麼多時間 那天下班 我去搭公車 然後就一台公車這樣開過來 這台空白的公車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公車 公車上空無一人 沒有一個人在公車上 那個瞬間我在想 那他這樣子還是公車嗎 那他會不會就只是一個 移動的廣告看盤而已 就在我有這樣的想法的同時 我意識到了一件事情 這公車就是我 然後那個門就關上 那個司機就說 笑欸 然後就開走 雖然講公車就是我有點破 有點奇怪 但是 跟你們解釋一下 沒有乘客的公車 他還是公車嗎 沒有觀眾的喜劇演員 只有這六個的話 我還是喜劇演員嗎 我不斷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 才終於下定決心 安排了 逼自己去辦 這個專場 那也非常 非常 謝謝各位 昨天才知道這件事情的 朋友 願意來搭 這台公車 謝謝在場 一百多位的觀眾 謝謝你們 剛剛也講過了 那是最後一個物資 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我是喜劇演員李安 謝謝 好的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場的演出 是由小弟我擔當製作人的 修仁傑個人喜劇專場 我朋友的孩子都長大了 那等一下呢 就稍後會再開演 那如果有聯合套票的觀眾朋友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再安排進場 那我們場內會先進行清場 還請見諒